安波华语足球快讯2023年6月28日 国际体育会主场姓德国 周四清早南美自由杯继续上演最后一轮分组赛 其中深处必组的国际体育会将在主场迎战麦德琳独立 虽然两队目前分裂该组前二 但由于身后追兵蒙特维多国民队莫伦将面对小组最弱的大都会FC 因此双方都要全力征慎 在此情况下交锋网机及近期状态均处于上风的国际体育会迎面值得称先 一个月前国际体育会曾遭遇各项赛事五连败打击 但从上个月底在自由杯击败大都会FC成功指推开始 至今球队录得巴掌各项赛事法定时间不败的反弹势头 不仅在自由杯分组赛中手握晋级主动权 而且联赛排名也上升到八甲第六位 攻守均衡是国际体育会过去一个月战机喜人的关键 其间八丈各项赛事全部破门之余每场失球都在一球或以下 当中14个入球由多名球员所攻入 多点开花的进攻表现让对手防不胜防 而中场阿伦伯特利则在近二轮自由杯分组赛中相继破门 同时此子在手循环交战麦德琳独立时也攻入颁平比分的入球 他将是国际体育会本轮真胜的重要倚仗 虽说麦德琳独立目前排名B组第一 但球队现在处境喜优参半 喜的是本轮只需拿到一分就能出现 优的是几对近期整体状态并不理想 且又要异地作战 球员面临巨大的心理压力 无可否认麦德琳独立在境界自由杯分组赛至今表现令人满意 五战录得三胜意和一副机十分领跑 同时九个入球也势必组最多 但需要指出的是他们上继歌甲尾段发挥不尽人意 最后六场联赛居然一胜难球 当中超过半数未能破弹 不禁令人担忧球队此意会受到联赛的低迷状态所影响 此外麦德琳独立近年交战国际体育会难占优势 双方过去三次在南美赛场交手前者 紧录得一和二负的不胜战机 麦德琳独立此行想要破合意有难度 感谢您的收听